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四十一名 内力怪才阿尔 实力一流中级别 以听头农季中 心域金刚门火攻头头的传人 赵敏麾下的三个阿自贝高手呢 都是偏科生 其中呀 阿三擅长外攻 尤其是指力 阿尔擅长内攻 拳小表现不多 阿大不仅内攻不落于阿尔 更擅长剑术 原文称阿尔是天生神力 并且由外而内练成了一身身后内攻 造诣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祖师 火攻头驼 可以说是乃是天兽 受伤的张三丰 甚至认为自己有可能不是其对手 在战绩上 阿尔的根掌握九阳神功 和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连队数上 最后只倒退了一步 不过后来呀 在张三丰的指点下 张无忌直接将其秒杀 应该是三阿中战绩最差的 此外 光明顶之战中 阿尔曾带着四位师弟 围殴英里挺 虽然英里挺以一敌武最终背情 但同时也击败了其中两人 估计啊 还会有人会问 火攻头驼的实力 因为原文说 阿尔的内攻呢 已经远远超越了火攻头驼 因此即便火攻头驼 外攻强过阿尔 但综合实力却未必会超过阿尔 可见射雕时期的少林派 是有多弱了 第四十名 八臂神剑 方东白 实力一流中级别 以天通通计中 原是盖包 四大长老之手 因出剑速度极快 向身了七八条手臂一般 所以呢 得了一个八臂神剑的外号 方东白剑术与内力双修 张无忌认为 他的内攻不在阿尔之下 五刀山之战 张无忌在掌握太极剑的剑一后 三百招后才分出胜负 此战中 方东白主要是护剑心切 他失去宝剑 会得到赵美的惩罚 所以呢 才舍必求剑 从鲁阳王府的地位上来看 前面二老毫无疑问地位最高了 然后是身为卧底的范瑶 再之后才可能是阿大等三人 后来张无忌与范瑶初次交手时 也认为方东白的剑数略低于范瑶 由此来看呢 阿大和阿尔的实力 应该是排在范瑶和尾校之后 排名过于匆忙 如造成疑惑 还请海涵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三十九名 降龙十八掌的最后尊严 耶律奇 实力一流中级别 神雕侠侣结尾时的 盖帮帮主 应该是盖帮中 最后一个能够学权 整套降龙十八掌的人了 在神雕侠侣后期呢 只能勉强算是一个一流高手 甚至会被没有拿出 真本事的蒙古小王子 或多调打 这里耶律奇的排名之所以较高呢 主要是给了他一定的人物成长值 耶律奇的自身武学自治呢 不差二十岁出头时 就已经有比肩 全真妻子之一的孙巴尔实力 一天中 说他最后学成了 降龙十八掌 作为盖帮的帮主呢 掌握搭狗棒法 自然也不在话下 由这点向绝技傍身 就注定耶律奇的实力 后期会突飞猛进 如果再学一些 九阴真正的话 就会更加离谱 不过参考 耶律奇夫妇 有可能死在 向王城之战 因此武力之 也不宜太高估 应该人士 不如蒙古三杰等人了 第三十八名 四大神僧空文 实力一流中级别 比天同龙计中 少林寺方畅 少林四大神僧排第二 在全书中 几乎没有任何正面出手记录 少林三大神僧 问责武当时 于连州认为 若是单打独斗 宋远桥不在任何一人之下 在之后 赵敏灭少林时 空文跟全体僧众被擒 少林寺图示大会上 陈坤偷袭点了空文的穴道 并以此要挟空智 所以空文在全书中 不是被人生擒 就是在被神情的路上 不过在万四事件当中呢 原文旁败有这样一段话 灭绝的内力 由在宋远桥 余连州 和太重诸人之上 仅比少林派掌门 空文方丈烧训 参考空文号称 学了少林绝技中的十二项 拳脚功夫 注定不会太差 又有灭绝之上的内力 综合下来应该是 六大门派中 理论上的第一高手 从马鱼到空文都是一流中评级 一流中理论上 跟部分一流强 存在不分博中的可能 但大概率呢 撑不住接近准四绝高手200招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三十七名 白美英王 银天正 实力一流强级别 银天头龙技中 四大名教法王之一 名教四大法王各有所长 其中银天正是内力最强 王盘山抢头龙刀石 一项自负的谢迅曾表示 记得武功最多跟银天正打平 但经过十几年时间 银天正他是已经胜过了谢迅不少 名教光明顶之战 银天正一人独斗 六大门派 大杀四方 先后期带了华山少林三位高手 接着以比拼内功的方式 挫败武当张松熙赢了半招 然后用看家本领 因长弓破了武当陌生骨的绕指柔剑法 虽然重了一剑 但可以随时击杀陌生骨 宋远强为了感激 银天正手下留情 于是只跟银天正比试招式 双方最后以平手之举 握手言和 连续击退多名高手后 银天正的内功呢 已经只剩下了一二成 空同派唐文亮以为有机可乘 结果被银天正一个出气不易 直接秒杀 武当山之战前 银天正和杨潇比试轻功 原文说银天正的内功深厚 而杨潇脚步较快 结果双方不分胜负同时到达 张乌契第二次破金刚抚摸圈石 半个时辰后 杨潇 银天正渐渐有些支撑不处 于是一人接下肚恶与肚结 杨潇 银天正则以二对一 对战肚难 双方持续了一个时辰之后 张乌契认为 接着打下去 双方会有较大伤亡 于是主动说握手言和 此战之后 银天正直接死在了 休息室 从书中旁白上看 银天正自始始终都是对标杨潇 而且银天正没有拉垮的战绩 杨潇排名高于银天正 一来是杨潇较为年轻 有着较好的成长空间 二来是杨潇掌握了两层乾坤大挪椅 一来是杨潇较为年轻潇较为年轻潇较